最大的進步就是那個Tagging 就是拖著她去逛街 我帶她回家 可以用所有技巧回來 雖然還會有一點面向 但是我去拖一拖她 輕輕推一推她 她就真的原來走到 有種感覺就是其實她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是令我很鼓舞的一個改變 我之前跟她拖著她走 其實走一兩個拖位 都很聰明 但是拖著她走 竟然可以繞了整個圈 都覺得挺神奇 我們換鞋了 你可以換鞋嗎? 過來脫鞋 她太過容易受外界影響 就是太過吸引了 當她一個複雜一點的環境的時候 叫她她就不聽了 到剛才很多換腳的環境的情況下 就是叫她 她也有過來 甚至給她指示 她也可以做到 也是一個很開心的改變 昨天我已經跟兒子說 今天是最後一天來這裡 今天早上一睡醒就馬上跟我說 我不要跟哥哥姐姐說拜拜 然後我說你真的很喜歡 我看到這一個訓練 都是很有系統 還有真是有實力 有練習到 無論一些叫名的技巧 一些等候 就是陪伴她走 怎樣去帶她進入一個 圈指令的狀態 背後有什麼因素要考慮 治療師都很矢勢地去講解 還有看完她做之後 又有一個練習的時間 變成有什麼做得好做得不好 當刻都知道 然後就不斷地 PATRIS就更容易地 將這一圖帶回國際 我起碼知道 前因後果的辦法 明白了這個大圖畫之後 是對兒子的擔心多了 明白到她有這個行為 她背後其實可能 有一些很單純的動機 是幫助我 令我想多一些 不是說她這個問題 就是在地上點 她這個做得好差 那就是不只是 那個問題本身 而是想多一步 嘗試去代入 到底兒子 她這刻其實她最想要什麼呢 有什麼我可以向她 令她改變的呢 什麼時候給指令 什麼指令 如何為清晰簡單的指令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之前就覺得 是讓她滿足的需要 但其實有些事情 當我不說 就真的放縱了她 她就不斷地重複 她的行為 問題越來越大 在這方面我自己學了很多